那我们也知道太阳花学运可以说给台湾的政治还有两岸关系都带来很大的冲击 最近在台湾也有多项的民调显示 正是因为这场学生运动 台湾在国民党还有民进党之外的第三势力有了真正的成长空间 年轻一代对社会也有更多的影响力 新台湾国策智库他们的调查就显示 有近55%的民众认为 不应该起诉太阳花学运的领袖还有支持的民众 另外还有近六成的民众认为 国民党在去年选举的大败是因为青年还有公民力量而不是民进党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民调 则是联合报所进行的调查显示 有64%的受访者认为 在学运之后台湾是更重视年轻世代的声音 那么有47%的人认为 太阳花学运对台湾社会产生正面的影响 这要多于产生负面影响的30% 那么继续我们就来看看后太阳花时代 在台湾又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变化呢 太阳花运动将会如何持续他们对台湾的影响 我们下面为您继续通过电话连线 邀请到的是太阳花学运领袖之一 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的成员魏阳 来谈谈他的看法 魏阳你好 你好 是 先来跟我们谈谈 太阳花一周年了 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既然时间过这么快 转眼就一周年了 就是好像事情都还没有 都还在做 然后这一年了这样 就这一年来我觉得台湾变化很大 就是说我先看到去年11月底的时候 国民党这个坦败的幅度 可能是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 那其实这也表现出来说 我们过去用来理解台湾的那种 蓝绿的选民结构 它其实已经不在适用了 那它代表说台湾社会力量 已经松动了过去可能长久以来 这个左右台湾的结构 那有新的力量兴起 那这样新的力量 其实我觉得还在发展当中 那当然它可以表现为 例如说所谓的这种素人政治 你可以看到柯文哲 就是说这些不同于蓝绿的 新的政治智慧的途征 那也可以看到 习戴力量跟社会民主党 他其实都提出了不同于 民党和国民党的那种政治想象 那其实学生团体的部分 我觉得也是活力十足 就是说从去年结束之后 各地的学校的学生社团 也都陆续成立 然后也有一些串联的活动 就我觉得整理来说 台湾的社会是处于一个非常精力 活力极竭的阶段 是 卫阳你刚刚也提到了 国民党在去年九合一选举的大败 很多人当时就认为 这是太阳化运动 给国民党所带来的一种骨牌效应 那你也提到了 现在有这么多的新兴社团 还有政治团体的成立 你觉得这些新兴团体 他们对于2016年的台湾大选 又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2016年的大选 就是说当然我们会希望 就是说可以 就是说对我们来说 国民党上代的是一种威权保守 然后这个偏财团的一个势力 所以当然我们会希望 可以封击它的统治 但在同时我们也必须要确保说 这个接地它的政权 不论是民党还是第三个势力 它同时也可以符合社会的 组织人民的期待跟想象 那另外上面立委的部分 我们可以希望说 这次不只是总统大选 有一个好的结果 我们也希望立委选举 可以打破这个民党 跟国民党独大的一个现象 尤其是第三支力 或者是一些小党 它能够有更多的生成空生 那我觉得以目前的 这个气氛来看 其实说是人心思变 所以其实是蛮乐观的 是 魏阳刚刚我提到一些 民调的调查结果 其中还有一项非常有意思 他就是发现 就将近五成多的台湾民众 已经都忘记了 一年前的太阳花运动 它的起因到底是什么 那么当然了 我们刚刚报道也提到说 主要就是针对马英九政府 针对两岸福贸协议的这种 通过审议的方式 引发了抗议 那么在太阳花过后 我们来看看这一年里面 台湾与大陆的谈判 没有一项协议得到通过 所以也有人说 太阳花可以说把两岸关系 做了一道分水岭 你认为未来两岸关系 应该要如何发展呢 我的意想是说 台湾跟中国是绝对会有互动 而且也不可能就是 把彼此门关起来 但是这样的互动 必须要建立在很对的 很正常的一个关系之下 所以例如说像福贸协议 它其实是有可能 两边的一些政党高官 去支下协商 那我觉得这个群体是违反 对民主原则 所以常常来看 我们当然希望 中国跟台湾是 有好的正向的发展 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 但是这个群体是必须要建立在 这个台湾跟中国两边的 公民社会的这个成熟 跟民主主义的建立之上 是 魏杨 最后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报道民调里面说呢 年轻一代对台湾 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不可否认 当年的太阳花运动 激起了很多的热情 但是也有不少的批评声音 认为这是一场暴力运动 你认为作为 太阳花学运领袖之一 在未来 要如何来协助 弥合台湾社会的这种分化 那么如何来持续 太阳花学运对台湾的影响呢 我觉得其实像社会运动 所谓的街头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游行 其实它只是非常小部分 而更多是我们还是 必须透过组织 做组织 或者是说我们就实际到 可能校园 或是到这个工厂 或是到地方去 跟人民互动 直接接触 去理解他们 但想什么 他们的不满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 其实所谓的后续的迷评 或是这个 这个弥补 其实是需要 它其实是很 很多时候是不可见的 所以说它不会被美女所看到 但是目前一直以来 都直接在经营当中 那我们也希望 可以让大众知道说 作为运动片 不是只有在接着通胀 同时还有很多 很细致的一些解释工作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台湾 太阳花学运领袖之一 魏阳 接受我们美国经营的访问 感谢您 谢谢大家 好